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位老人正对着一批又一批来到他床前的人说着话 两个月前自马上摔下来之后 这位老人的生命也开始走向了尽头 仅仅几十年前 女真族不过是苦寒之地中弱小而松散的一个个部落 他们在白山黑水间挣扎求存 在辽人的压迫下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 辽天庆二年 天座地召集女真酋长朝晋 随后在宴席上命令众酋长跳舞曲乐 唯有一个名为还颜阿古打的酋长拒绝了 两年后 蜿蜒阿古打率两千五百人起势 在宁江州一战后扩大为三千七百人 随后在出河殿 以这三千七百人战胜了十万辽军 开始谱写女真人满万不可敌的神话 也奏响了辽国灭亡的序曲 纵横沙场 荣马一生 在一个积弱多年的民族沦为奴隶时 以超人的意志 与力量率领族人傲然崛起 将数百年来 骑在他们头上的辽国彻底灭亡 对女真人而言 蜿蜒阿古打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 而在这个时代 她也是一代天骄 是最为耀眼的一颗星辰 不过她的道路 今天终于走到了尽头 此时在她身边的 是令她自豪的后代与族人 蜿蜒宗干 蜿蜒宗旺 蜿蜒宗帝 蜿蜒宗小 蜿蜒宗郡 蜿蜒舌母 蜿蜒楼市 蜿蜒西隐 蜿蜒卧露 银树可 词不识 拔离肃 他们拱卫在这位英雄的身旁 历经考验 接过火种 是让完颜家族 得以雄俊 以时代之巅的 璀璨 将星与辅佐 那位纵横天下 带领他们从冰天雪地里 杀出了一条霸主之路的狼王 将要长眠了 然而只要这些人还在 与真人冰封所向 就仍将狼烟冲天 气吞万里如虎 一片肃穆的气氛中 踏上的老人 向床边的人 说了许多许多 即便是在弥留之际 他的思绪依旧清晰 不过偶尔还是会陷入沉默 与短暂的沉睡 夜色浓重到了极点 店外火焰的呼啸声 清晰可闻 某一刻 老人又睁开了眼睛 望着上方静静地 想这些什么 可怕的沉默中 床边的众人凑了过去 听到老人 用低沉而虚弱的声音 说出了一句 简单至极的话 发了一笔 可去无朝了 在这天夜里 他交代的许多事情里 这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床边的众人点了点头 听老人继续交代 其他别的事情 这天凌晨 完颜阿古达去世了 随后继位的是 阿古达的四弟 完颜吴奇脉 他成为了金国的 第二任皇帝 从此君临天下 长风掠过一万里 得知 蜿蜒阿古达死去的消息 古朝大小官员沸腾了起来 一个他们心目中 最可怕的对手 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 此后又过了两个月 金黄的落叶 在深秋的李梁山舞动 这天清晨 福端云从睡梦中醒来 静静地看着房顶 他走出了房门 如往日一般 在已经休憩一心的村子里 走来走去 有人如往日般向他打招呼 他有些恍然地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 收拾好了房间 洗好了衣服 也给自己洗了个澡 这是许多年来 他第一次变得这样干净 这天下午 见到他的样子 意识到事态有些异常的人们 决定派人立刻 启程去清木寨 向红蹄报告 但那天傍晚 在红蹄赶到之前 人们就看到福端云 如往日一般 抱着双膝 坐在村口的土坡上 他睁大眼睛 看着黄叶片片落下 看到有人从远山归来时 脸上便会露出笑容 某一刻 他像是看见了什么 脸上露出了难以描述的笑容 他站了起来 往前走了两步 向着黄叶飘落的方向 伸出了手 有成 婆婆 我回来了 他倒在了土坡上 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 天风卷动春日的繁花 卷动夏日的暴雨 卷动秋日的黄叶 卷动冬日的冰雪 滚滚而来 滚滚而逝 旧时代就要过去了 而在新时代到来之前 人们还要经历无数战乱与冲突 无数悲痛与苍凉 只因天地如炉 而万物为同 轿子离开了宫门后 秦桧掀起了轿帘 看向街道两旁的店铺和行人 时值八月 京城秋日的明媚景象 将他的脸色印得有些难看 此时京城正进行着五局考试 虽然五局一直不受重视 即便考上了五状元 也不过如此 但这段时间 朝廷对北方的巾帼充满了警惕 在周安令 以及近日一些舆论的推动下 舞者的地位提高了不少 进京考舞举的人也多了很多 近日京城里多了许多习武之人 脸上都有着一股昂扬奋进的身态 作为一名文人 按理说秦桧对于舞者地位的提升 应该是颇为不悦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看了一会儿街上这些 朝气蓬勃的习武之人 他脸上的郁郁不欢的神色 反而消去了不少 随后他放下了帘子 靠在了轿子里的椅背上 此时他心里其实很是疲惫 因为他知道今天早上圣上召见自己时发生的事多半已经传了出去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此时应该已经有人在家里等着自己了 刚回到府上 管家便过来报告说 罗公子已经在厅里等候多时了 秦桧一边往里走 以免让管家把人叫到自己的书房 管家所说的这位罗公子 名为罗锦炎 乃是秦桧的弟子 如今也同样在御史台任职 管家原本是应该称他为罗大人的 但由于秦桧与罗锦炎亲如父子 秦桧曾不止一次地说过 若自己有女儿的话 肯定会许配给对方 因此管家一直都称他为罗公子 秦桧走进书房后不久 罗锦炎便走了进来 他不过二十来岁 样貌俊逸 身材修长 其人精明强干 虽然职位不高 但在许多事上都帮了秦桧不少的忙 自谈诊下发昭安令之后 北方被昭安为军队的人数急速上升 朝中其他人毕竟不是傻瓜 对此事的监控还是颇为严格的 除了皇帝派出官员 专门对昭安之事进行监控之外 监察百官的御史 忠诚秦桧也私下派出了不少人手 进行调查 而罗锦炎就是这次调查的负责人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罗锦炎就搜集到大量官员 借周安之事 训私枉法的证据 其规模之大 牵扯之身实在触目惊心 矛头甚至直指朝堂上 几位分手为云的大员 如今辽国已然覆灭 金国的威胁尽在眼前 秦桧等人深知 此时已是巩固北方防线最后的机会 因此才对此事如此重视 但即便事前就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在收到罗锦炎的证据后 秦桧依然是气得牙子欲肋 拍案痛骂 奸命误国 然而这件事实在牵扯太大 秦桧在家中苦思数日 嘴唇上都因此长了好几个炮 最终在今天城上奏折 弹劾一些官员 借赵安令训私枉法时 还是没有拿出所有关键的证据 他上交的证据 依然足以勾勒出一桩震惊天下的大案 但知晓内情的人 还是能看出其中的蹊跷 负责收集证据的罗锦炎对此 自然是最清楚的 他交给秦桧的证据 被秦桧巧妙地进行了裁解 所有直指要害的证据 都没有被交到天子周折面前 根据现有的这些证据 可以把一大批官员拉下吗 但最后却很难再追查到 幕后主使者的头上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人 显然只有秦桧本人 他这样一插手 这件案子依然能给某些人 造成足够的威慑 但却只是点到为止 正好踩在了那些人利益的边界上 说不定谈诊和铜冠等人 还会因此感激他 但是很明显 罗锦炎对此并不满意 恩师 你别心急火了的 先做 秦桧挥了挥手 恩师 我 我不做了 罗锦炎摇了摇头 他大概已经斟酌了许久 此时咬了咬牙 开口道 您 您这是要干什么 干什么 秦桧用手指敲了敲书桌 你在质问我 弟 弟子不敢 但是 但是你实在忍不住了 是吧 秦桧瞪了他一眼 在罗锦炎的视野里 总是一脸正气的恩师 此时目光胸利 通红的双眼 布满血丝 发干的嘴唇上满是裂痕 罗锦炎顿时治了治 一时竟说不下去了 不过秦桧最终还是没有用大话来压他 只是在片刻后深歇了一口气 你以为为是想这么做吗 可你知不知道 不 你知道的 这件事牵扯到多少人 如果追查到底 后果有多严重 弟子自然知道 但恩师也曾说过 女真人凶残成性 一旦彻底吞并了辽国 极有可能会继续挥居南下 眼前 已是我大悟最后的机会 便是为之粉身碎骨 也绝不能坐视良机 恩师 这些都是您说过的 我当然说过 我当然知道 秦桧狠狠地在桌上垂了两圈 虽然他年轻时性情激进 但在棺场上打磨了这么多年 已经身为御史忠诚的他 已经学会了 将自己的情绪收放自如 不过此刻 他依然流露出了 狮子一般的愤怒 为师当然知道 女真人凶残成性 他们如毛饮血 性如虎狼 因此一利为尊 只会崇拜强者 要赢得他们的尊重 就一定要有足够的实力 可这些年 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像个跳梁小丑一样 只知道玩弄阴谋诡计 这就是秦四元做的好事 简直昏溃至极 然后是李刚 除了性情耿直以外 一无是处 既无手腕又无心机 在朝堂上被暗算了 由不自知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再说佟道夫 朝堂上人人吹捧 他是当事名将 其实 不过是挨自立挑将军 你看他打的都是什么仗 与女真人约好了 要联手伐辽 他却被一群草库 在杭州城外 拖了整整半年 好不容易挥视北上 数十万大军 却被辽军打得节节败退 女真人 会怎么看我们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 第556章 坠序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